12月19日 东京地检署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归正法为由 对安倍派事务所和二阶派事务所分别进行了入室搜查 这个东京地检署名义上是日本行政系统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它跟韩国检察院差不多 都听命于美国属于美国安插在日本 监督日本政府的特权部门 职责方面 东京地检署主要是负责监督日本政客贪污犯罪 但实际上 你日本政客贪不贪污关美国屁事 他主要是以贪污为名 收拾那些不听话的日本政客和组织 而这一次针对的安倍派和二阶派事务所 前者源自安倍晋三 是日本最强大的本土派势力代表 后者则以另一个大佬二阶俊博为首 他是日本自民党体系中相对侵华的派系 一个本土派 一个侵华派 东京地检署 同时对二者动刀 目的何在 答案很简单 逼日本加息 这一轮美国加息周期 肩负着美国收割全球 填自家窟窿的重大诉求 具体操作逻辑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就是收紧流动性 逼各国跟随加息 拉爆他们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让各国破产 优质主权资产打骨折 然后美联储再降息放水 华尔街拿着印出来的廉价美元出去抄底 但现在加息已至尾声 美联储明显加不动了 甚至国内经济都有可能因此出现严重问题 要提前降息 但收割这方面的成效却依然不佳 收获不仅不能填补美国的窟窿 甚至连加息的损失都未必能填补得过来 这对美国尤其是当权的民主党建制派 以及他们背后的犹太金融资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收割失败 美国巨大的泡沫和债务窟窿无法对冲抹平 那下一步等待他们的就是大萧条 就是经济 国力的史诗级滑坡和财富的大缩水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内部政治 经济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 金融帝国模式将崩塌 建制派甚至犹太金融资本将在民众和各路利益集团的愤懑声中 被一直作为他们对家的民粹势力和昂撒本土派资本清算 这对当下的美国统治集团来说 比收割失败本身更难受 毕竟收割失败只是国运衰落 但这连带着的内部政治清算 是直接要将他们斩草除根 那怎么办 一方面就是继续跟中国打金融战 所以我们看到中美元首会晤之后 美国对华的金融攻势依旧未停 各路小作文 小动作依然层出不穷 说白了只要能拉爆中国金融资产 把中国打趴下将其收割 那美国就是有天大的窟窿 中国这只超级肥羊的肉也能将它喂饱填平 就算打不败中国 至少汹涌的攻势也能增加几方的筹码 逼中国在双方的休战协议中多吐一点肉出来 但光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毕竟金融战打到今天 双方基本都是名牌了 从形式上来看 想把中国打趴下 除非中国自己犯大错 否则基本上不可能 至于被迫降息前尽可能多捞一点 就算得逞 其实也多不了多少 反正肯定不够他美国吃的 既然中国这边榨不出更多油水 美国尤其是建制派和金融利益集团又急需收割回血 那就只好打别人的主意了 而日本就这样进入了美国的眼帘 对美国来说 如果中国收割不了 那日本就是最合适的对象 毕竟日本体量够大 全球第三经济大国 这块肉的分量不是阿根廷这类小崽子比得了的 同时日本又是自己的便宜儿子 没有独立主权 所以收割起来比较容易 再者日本在亚洲影响力较大 亚洲各国很多都背的有日元债务 日本在当地也有很多投资 把日本拉爆还会对亚洲 尤其是东亚 东南亚经济和金融市场激发连锁反应 美国现在实在是干不动了 让日本接着干 没准就戳破了一些国家的临界点 尤其是如果最后把中国给戳爆 那就真的是人品大爆发 当然收割日本也有坏处 毕竟日本是美国盟友 割他不仅含盟友的心 而且说到底也是美系内部的拆东墙补西墙 只不过现在美国也实在是没办法了 美系之外 只有中国 俄罗斯和中东土豪有油水可捞 其他的阿根廷这些都是蚊子肉 俄罗斯早就被美国踢除出了全球金融体系 美国想割也割不了 中国和中东土豪又割不动 那不割盟友 美国就没人可割了 而盟友中 英国欧洲 这些到底是一脉相传的近亲 而且他们实力强大 独立性也较强 美国的全球霸权维持对他们也多有依赖 所以虽然也割 但是不能割得太狠 所以在利用俄乌战争收割欧洲的同时 也出手处理了英国养老金危机和瑞幸危机 至于澳加新西兰这些五眼小兄弟就更亲近 也不能轻易去动 所以算来算去 盟友体系中有钱听话还好收拾的 也就东亚的日韩这两个小棒吹了 日本就这样进入了美国事业 那么怎么收割日本 其实非常简单 让日本加息就成 安倍晋三上台后 日本大搞安倍经济学 说白了就是MMT无限印钞 十几年下来 日本累积的债务已经高出天际 现在日本政府的债务占GDP比值是263.9 而可做比较的是 我们一直说玩不下去可能汇报的美国联邦债 占GDP比值也才不过130% 日债比美债都还高了一倍 所以只要日本跟随美国加息 那高利率很快就会把日债打爆 而之前我们就说过 中防美股欧日债全球四大经济体 手里各捏一颗炸弹 谁先炸谁倒霉 所以只要日本一加息 日债用不了多久就会爆雷 美国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这一轮加息周期 日本就是其目标之一 只要日本跟随加息 等待他的就是爆雷收割 只不过日本虽然是儿子 但他不是傻子 加息必死的结局 他也看得明白 所以这一轮加息周期 日本死活就是不跟 哪怕内伤再重 也要跟美国耗到底 这就让美国很恼火 这一轮加息周期 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除了中国 就只有日本跟美国玩逆周期 中国就不说了 它是独立主权国家 只要自己撑得住 美国人也拿它没办法 但你日本又不是独立主权 你是美国的儿子 老爸要拿你献祭 你却死活不愿意上祭台 这还有天理人伦吗 当然一开始时 美国逼得也还没那么紧 毕竟那时候 美国还存着拉爆中防 击垮中国金融体系的心思 只要中国能拉爆 那美国的窟窿就填平了 也没必要 飞鸽自家儿子不可 但现在形势已经明朗 中国死活不报 美国加息却已经加不动 甚至高利率环境都撑不太久了 到这份上 美国想要自救 建制派和金融资本想要不被清算 那就只有死到有不死贫到 所以东京地减署这个锦衣卫就此出马 你们日本政客不配合是吧 那老子就来硬的 提起已经放出来了 谁他妈要是还不听话 那接下来等待他的就是赵玉 其实美国这么干也挺没吃相的 很让盟友惊惧 别的不说 就问同样存在着东厂 检察院的韩国现在是什么心情 只不过现在美国可能确实也是走投无路了 尤其是建制派和金融资本真有点火烧眉毛 所以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那么提起出动后 接下来日本会怎么走 个人觉得日本这一轮估计是难逃一死了 毕竟日本本来面对美国也抵抗能力 之前只能寄希望于美国讲究吃相 或者在别人那割到肉放过自己 结果现在美国其他地方没割刀 自己又被逼到悬崖边 这时候日本想不献祭也不可能了 只要进入加息周期 那接下来日债爆雷 经济危机爆发就开始进入倒计时 那么日本如果这一劫躲不过去 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会幸灾乐祸 但抛开情感因素从理性角度分析 中短期内会放大对华压力 首先短期内会冲击中国经济 毕竟日本有庞大的海外投资 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 尤其是东亚东南亚 中国房地产企业也背有一些日本债务 一旦日本加息日元升值中日利差扩大 这一部分资金就有可能回流日本 当然这个影响看似不大 毕竟美国加息都扛过来了 何况日本加息 但话虽如此 毕竟中美金融战达到现在 中国这边也已经损耗不小 在这个时候 如果再往身上加一块石头 对我们还是很难受的 其次一旦日本被美收割 这既意味着日本受美国控制更深 同时也意味着日本经济未来更加糟糕 随着国运日衰 日本想要自救 未来就会面临两条道路 要么重拾法西斯军国主义 对外掠夺田自己被美国人掠夺的坑 这是过去的大日本帝国模式 要么就内部革命 大土豪分田地 不承认一切美国及西方对自家主权资产的控制权 然后转而一边倒 向东方获取资源 市场和安全保障 这是中共建国模式 你觉得日本会选哪条路 大概率是第一条 这一条既符合日本现状 又符合美国乃至深度依附美国 高度买办化的日本财阀 及政客们的利益 如此一来 丧失最后独立性的日本 在下一个历史阶段 就有可能变成美国打击中国的疯狗 中日关系会受到严重冲击 这就是日本被割 中短期内对中国的冲击 之所以说是中短期 逻辑在于 毕竟日本本身实力有限 被割以后更是元气大伤 所以它的军国主义化 威力跟一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如果这条路走不通 碰到了南墙内部矛盾激化 极右就有可能被极左取代 不过这毕竟只是可能而已 毕竟就日本人现在的衰退气质 很难想象他们会走上阶级革命的道路 至少这种觉醒 比浑浑噩噩的听美帝和买办们洗脑 把一切不满洒向中国 难度要大得多 而且就算有朝一日 他们真的觉醒了 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 他们想从本国买办和美帝手里 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估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如果这一轮日本被彻底收割 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内 我们可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 更加充满敌意的日本更弱 但也更疯狂 从这个角度来说 琉球主权未定论 以及琉球复国运动 恐怕未来就将要出现在 东亚国际政治的舞台当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